要數到三棟屋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最具特色的新展覽 僅是循升密度、香港哲慶與民間工藝展覽 隨著時代不斷向前演進、並以暫身、創意的方式 去重新演繹本地的傳統文化 以聲響、敲動參觀者的心力、傳達前人的智慧 展覽將飛為項目以四類的聲音處連起來 包括喪、戲、驅和景 分別指喉嚨發聲、工具在製作過程所產生的碰撞聲 身體動作發出的聲響、和在不同慶典場合所聽到的圈鬧聲 展品就選擇飛為傳承人為節日、神誕、祭典和打照而打造的精心製作 和它相關的材料和工具 節日、神誕、祭典和打照等等的活動都需要藉著各種傳統的工藝 技術和儀式傳承人的配合才能移現 飛為的聲音就歷經百載 至今仍會經常聽到連繫著代代相傳的技藝 世態人情採取時間而演變 但飛為項目背後的象心和堅毅就經年不變 一天依此,鳥鑽從鳴,聲音就慢慢浮現 喪音是溝通的橋樑 在傳統的節慶之中,不同的活動都透過言語溝通去表達 上通於天、下通於地 聲調、音韻都是表達續群活動的基本元素 展觀入面收錄了不同圈鬧的人聲,比參觀人士更容易融入在氛圍當中 功勇善其事,必先以其戲 清脆遼量的戲劇聲音,叮噹作響的雕突之音 工匠的精神呈現在作品的細節之處 前人作業的軌跡時刻都在我們的腦海浮現 在手中重現 在展觀入面,無論是正在剁磨神像 又或者是絲頭和氣盤摘作 透過ASMR播放器 就好像可以以第一身感受身處的環境 更容易集中在展品的製作過程中 在中國文化中 節慶如神如人的概念帶來了不同的表演 譬如表演者以身軀去擺動出瑞獸一動一靜的姿勢神態 游刃有餘地完成一系列翻騰跳躍的動作 戲曲就遊合了戲劇、歌唱和舞蹈 後人從不斷的排練中 可以體會前人的身體律動 在不同的時空中共演共舞 景就指情景、景象 在節慶舉行之際 非為項目就展現出場面盛大的祭禮 五彩繽紛的環境和熱鬧喜慶的氛圍 無論在太平清照、神功戲還是新年喜慶 人聲鼎肺的情景 令人不禁沉浸在歡欣熱鬧的城市之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